第36集 定军山 军犯西川 听说曹操还分兵合肥 他是担心孙权会趁虚而入 义德将军请稍得了下 曹操虽然强大 如果我们与孙权联手 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我们不妨将长沙三郡归还东吾 再派人去说服孙权 令曹操攻击张鲁时 进军合肥 牵制曹操 此祭甚妙 正如刘备与诸可亮所料 曹操出兵后平定了汉中的张鲁 收下了因并没跟马超入川的庞德 主公再往前便是西川了 何不一股坐气攻取西川 得龙望蜀人的欲望 什么时候才能够满足啊 主公想得天下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不知为何犹豫起来了 连日征战我军疲法 还是修正一段时日再说吧 报 主公 张将军遵照主公的计谋 挡住了孙权的攻势 这个张辽果然不负我望 现在孙权正在增兵 张将军担心坚守不住 请主公派兵增援 看来我们更不能对西川用兵了 夏侯渊 张和 你们分头驻守定军山和蒙头衍 不得有事 是 好 全军开拔 前往如虚物 曹操果然去解合肥之为了 那么我们就去攻打汉中 让他顾此失彼 义德 你率军去攻打瓦口关 是 总算又有机会打仗了 义德 把手挖口关的是名将张和 你可不能大意 放心吧 我一定把他绑来见你 可别喝酒误事 我一定把他绑来 将军 山中有埋伏 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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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帮你 他 我 我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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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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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河 有种你就出来了 张飞 有种你就上来 下梯子 快 下起来 驾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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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快 快出来 你这缩头乌龟 张飞 我这里有用不完的石头 你敢上来试试吗 张和 你这混蛋 五十天过去了 张和坚守不出 张飞无计可施 每天喝的大醉 坐在关前叫骂 张和 快给我出来 别给我们姓张的丢人 混蛋 主公 有什么急事吗 以德的老毛病又犯了 又开始每天喝酒吗 正是 我看喝酒也没什么不好 酒助英雄胆吗 不行 我实在不放心 魏妍 你去接应伊德 要给我好好看管他 是 主公用不着担心 他那儿恐怕没有好酒 麻烦魏将军带五十滩好酒送到伊德将军帐中 你还怕他没有喝够 你还怕他没有喝够 还是军师最了解我呀 好酒 真是沉酿好酒啊 你还是节制行为好 开怀畅饮 是 今天和大家有酒同乐 好酒 好酒 这家伙欺人太甚 将军 张飞是个地道的酒鬼 嗜酒成性 他还不知道 这回他的死期到了 传令今晚出兵结营 是 今天我要亲自送着酒鬼去见盐吧 啊 贵 我 蜗 哈 好 啊 啊 糟了 荡群山已被我们拿下了 我看你往哪跑 退守瓦口关 我们先回营歇歇 明天再想办法攻城 好 好 天助我也 我有办法抓住张河了 你们别怕 将军 我们是从汉中逃出来的百姓 听说不打仗了 正要回家 放了我们吧 这条路通往汉中吗 是 沿着这条小路翻过山 就到瓦口关的背后了 这条路能绕到瓦口关的背后 回汉中好好过日子吧 张河 有胆量的话就出来决战 怎么没看见张飞 说不定他又在耍什么把戏 咱们得留点神 我看张飞躲着 无非是想诱我们出战 开门应战 是难道 我还怕他张飞不成 是 张飞从后门攻了进来 会受天荡山 主公 义德拿下瓦口关了 这么说 义德终日饮酒是在用计 我错怪他了 义德是粗忠有戏 主公 黄忠将军乘胜飞机 义军拿下了天荡山 张河又退守定军山了 好啊 黄忠将军真是宝刀不老 正当蜀军攻势凶猛时 孙权趁机向合肥进攻 但被曹操成功化解 被迫撤兵 曹操回时许多后 汉县帝被迫策封他为 魏王 汉中告急 张河接连失守 瓦口关和天荡山 已经退到了定军山 当初我没有听从你的建议 乘胜进去西川 实在是我的失策啊 主公 张河接连败北 罪不可赦 张河虽然战败 但罪不在他 听说夏侯渊一直不肯出战 他认为我军连日征战需要休整 不战就是示弱 传令夏侯渊立即出战 是 主公 先前夏侯渊一直死守定军山 现在突然出战了 老将军大胜张河 不知愿不愿意再去一趟定军山 和夏侯渊过招 末将愿亡 老将军虽然大胜张河 但这次恐怕未必能胜 君氏 为何小看我 张河只是一戒武夫 而夏侯渊文武双全 我看只有云长才能战胜夏侯渊 那我就立下军令状 此时非同小可立了军令状也不行 那我就去与他的脑袋来见你 既然黄老将军执意要出马 那就只能让黄老将军去了 黄中老贼攻下对山扎寨 我军的徐迟都被他看清了 魏王不是要将军出击吗 我知道了 illa bone 人 你 сним了 �つ运人 不ым 脆 嗨 何 我们 我不 么 BER 小鬼 主公是要给刘备写信吗 马上就要开战了 我想和他叙叙旧情 听说主公当年曾和刘备煮酒论英雄 我早就知道刘备不是甘居人下之人 当初众人都劝我杀了他 可惜我没能听进去 主公也是爱才心切 主公 主公 夏侯元将军不幸真亡 什么 主公 陈令三军明天前往汉北 我要亲率大军为夏侯将军报仇 曹军来势汹汹 我军主力未到 现在该怎么办 子龙将军随我来 这招倒是绝 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随愿挑战 莫非有埋伏 他们这玩的是什么把戏 这是小儿科的把戏 回营继续做饭 怎么回事 可是敌人接营 都回去睡觉 明天再和诸葛亮算账 连着七天 蜀军完全不理会曹操的挑衅 只是每天用古号骚扰曹军 曹军被弄得疲惫不堪 军事这招比想象的还高 曹军将领 各个都是一脸疲惫 现在到了决战的时候了 对 我军明日渡过汗水 背水结阵 权德 我有话要对你说 孟德兄别来无恙啊 你我是老朋友了 我们何必这样苦斗 不是我诚心和你作对 而是你不给我生存的空间 当年你被吕布追杀 是谁收留了你 可是你却忘恩负义 背叛朝廷 背叛朝廷的是你不是我 我只是奉赵讨贼而已 秦获刘备者奉为西川之主 快 快 我速退兵 放弃衣物者 斩 好 驾 驾 军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 曹勤来势汹汹 怎么就轻易的被打败了 曹勤虽惊于勇兵 但他非常多疑 疑多则败 又中了诸葛亮的奸计 主公这里地势不好 不宜久留啊 传令三军退兵制 杨平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